大家好,歡迎收看GSC遊戲情報組 我們的遊戲探員,Nivey 今集推介中文化遊戲 仍然包含我們GSC發行的遊戲 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 還有超吸引的機械少女為主題的遊戲 以及超超超經典的街機移植之助 那就馬上去片啦 為了提升遊戲品質 延至7月27日登陸PS4、PS5和Switch平台的洞窟奇蹟 終於滅光了 遊戲以機械少女愛為主題故事的動作角色扮演 喜歡這個主題的話,一定一定不能錯過 人間是屁股 生命是屁股 生命是屁股 全部屁股 但我… 動哭奇蹟是機械少女為了成為真正人類 在人類滅亡後的世界裡生存的動作RPG 但所謂的真正人類究竟是指甚麼呢? 故事講述在怪病蔓延的現代 生命是屁股的少女 雷文、迪斯特爾 聽到某聲說 你被選中啦 跟著死亡就降臨啦 但雷文再次打開眼的時候 所見的是人類滅亡後的未來 有個自稱艾洛雅的少女說 這裏是叫做伊甸園的機構內部 在伊甸園裡 機械們為了被人類再生 為了創造真正人類而持續運行 所以艾洛雅引領雷文 為了成為真正人類而被捲入這場紛爭裡 玩家可以運用機械的身體來暢快戰鬥 自定武裝後挑戰敵人的策略 還有機械少女她們描述有關愛的故事 將會動搖所謂真正人類的心 即是玩家 這個風格 人切和故事主題都多吸引 如果本身對機械和少女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啦 好呀 平時玩什麼的賽車遊戲 玩得多就是玩畫面 玩車型號 玩排行榜的競賽時間 如果跟你說 讓你一款賽車遊戲 最終的目標就是玩拍車 是不是顛覆了你呢? 由GSC發行的狂野拍車 將會在8月1日登陸PS4、PS5和Swiss平台 沒有最瘋狂 只有更瘋狂 狂野拍車是一款極具挑戰性的勁速遊戲 無論你的駕駛技術是什麼程度 玩家的終極目標就是停好你的車 這裡有最狂野、最多變的停車場地 有129個關卡已經準備好考驗玩家的停車技巧 遊戲設有單人玩家故事模式和多人遊戲模式 你可以向世界發起挑戰 展示一下自己獨特停車神技 又或者是搞一場白人Online Play 笑一下大家的駕駛技術 所謂兵不厭詐 在多人遊玩模式中 你可以用盡一切手段阻止對手到終點 無論在好窄的溫度撞飛對手 還是將旁邊的車推入熊熊烈火之中 你們通通都不算犯規 但是由於本作是沒有倒車功能 如果因為掛著攻擊對手而弄到偏離賽道 那就要從頭來過 只有在這款遊戲中 你的停車技術遠比駕駛技術更加重要 請盡情感奪尾、巡航、甚至飛到上天都沒問題 就試一下這種這麼狂又大便的賽車鏡 又來到久違的經典街機遊戲推介了 我們中文化的遊戲種類就是特別多 在大型街機上推出的Sagic Fight 畫面經過翻身和調整平衡之後 移植到Switch平台的Sagic Fight Internal 將會在7月27日發售 Sagic Fight Eternal 是1987年所推出的街機遊戲Sagic Fight的重製品 在原版中 玩家的目的是在廣大的迷宮探索 拯救被捉走的同伴 並且擊敗魔王 玩家將要操控外觀平凡 但各具不同超能力的角色對抗惡魔之王 殺彈的威脅 而在原始街機關卡完整爆機之後 還可以解鎖新追階的人物、關卡和遊戲模式 經歷35年之後 以重製版姿態在任天堂Switch上登場 相信一班老玩家一定覺得好驚喜 但驚喜還在後面 因為今次是有推出限定版的 內容物包括特殊情報刊 特製限定版外殼 原聲大CD 磁貼裝飾組 摺疊式長尺 復刻版宣傳單張 如果你是這個年代的玩家 是否也想收藏一下呢? 今集的介紹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哪一款遊戲比較有趣呢? 下集錄製有更多新遊戲介紹給大家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 再按讚旁邊小鐘仔 我們下集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集再見